这一题先再说明一下 那首先第一个啦 一样就是也许你就练习的时候说放一下 把那个题目摆在旁边 然后这个题目部分 放在这边看一下输入10 那当然其他数字也可以啦 不过以练习来看 你就主要输入一个10 后面有个2.5 如果输入结果一模一样 那表示你这一题应该拿到10分 应该就非常的接近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 一样是先input那个mass 因为我等一下要取得一个pi的值 第二个的话呢 你当然以后mass点 点下去之后你打一个p 它会出现pi 以后它会提示 我觉得Eclipse在这部分 其实做得还不错 就是你将来input它 另外你也可以google一下 如果以后你不知道 这一个类别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的话 你可以pyshon的mass 那其实它第一个会找到官方的doc 官方的documentation就是它的文件 只是说里面呢都会是英文的 不过呢如果你想看别的语言的话 没有中文 只有 这japanis 日文你看不懂 这个更看不懂 ok 这个至少要汉字吧 汉字 还是还是看不懂 不过你看那个人口那么多 至少一个简体吧 连简体都没有 所以这个应该是努力不够 还是怎么样 ok 这个法文 好 那当然其实这每一个 其实你说那个 这个类别里面有哪些方法 就是属性跟方法 其实物件就属性跟方法 它能做什么 其实所有功能都在这里 其实讲的都非常清楚 只是差别是英文的 比如说 那就这些大问题了 ok 那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方法你不会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 其实它就告诉你说 return 一个词是最小的整数 ok 不过会有人 善心人士把它全部翻译了 翻译成中文 这样的话就照顾大家 再把它加上去 以后的话就很清楚 因为这些东西 如果你想知道 Mass能做什么 答案就在这里 不会有更多了 因为官方的东西 就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想彻底了解 Python 其实就是把它的 官方的东西全部K完 但特别注意 不是叫你去背 像我的习惯 我把它当说明 把它当成是一个说明书 或者当一个词典 我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 当我需要的时候 我再来看就好了 没有说叫你要苦读 然后那么辛苦 没有啦 你就很 你不能随时 就是很轻松的 然后大概知道一下 看一下它这上面 讲的是什么 然后呢 你等到你需要的时候 再来看 然后照着 记得要照着官方 把它当bible 然后照它的方式去写程式 基本上就比较不会错 你千万不要往那边乱窜 然后乱Google Google到 然后又那边 Google的人可能似懂非懂 反正就大家随便乱抄 抄一抄之后 最后你干脆不如看原始资料 最低手的就好了 不然的话 这以而传而最后 到底对还是错 也搞不清楚 反正能乱出来就好 其他的话当然还有一些网站 我想你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像这种菜鸟什么胶层 其实里面也有一些相关 我觉得写的还可以啦 反正就都参考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我们把这个input进来 所以这边的话 第一个我把这个input这个max 第二个的话呢 一样input的什么 input的一个值 也许我这个变数取r 这个名称不一定叫r 你可以取别的名称 只要不要是保留字就好了 第三个的话呢 因为我要输出三行 哪三行就是这三行 特别注意哦 你将来考试的时候 它是纸本 所以上面如果有那个空白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像这边的话 我刚刚是直接把这个 直接复制 贴过来这边 那就给它formate 所以我把它贴过来之后的话 比如说我给它一个双引号 然后把这一串贴过来 然后因为我要在这边加个空白 再一个大刮符 我要格式化成小数点第二位 然后先大刮符 中间加一个冒号 点2f先打 OK 那意思就是我这边有个格式 所以有个格式之后的话 你要再给它一个formate 点formate就好了 这个做法跟刚刚蛮像 刮符 然后给它什么值 给它R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将来这个R会放在这边 给去做格式 再输出 再来的话 这个是我们print它的半径 接下来的话 就是那个周长 OK 周长部分的话 一样把它从那边 如果没办法复制 因为考试没办法复制 你就把它打上去 一个空白 两个空白 这个一定要 一样就格式化 后面的话formate 就是记得呢 这边给刮符 然后就是2 2πR 2乘上π 那π的话你可以透过Mass 去取得那个值 Mass里面有一个属性叫π 那这个π的值 它会自动去帮你去抓到就对了 Mass里面的圆周率是多少 然后呢在乘上2πR 在乘上R OK 这样就OK了 记得刮符 这边的刮符是它的刮符 这个后刮符是print的刮符 不要漏掉 那其他的话呢 再算那个什么面积 面积的话是π乘上R的平方 那你可以什么 乘上R 再乘上R 这样也是平方嘛 如果你想说老师 那可不可以有没有一个什么 算平方或立方的 那其实乘乘 乘乘二乘乘三 也是个方法 或者是另外它有记得乘乘乘乘二 这样乘两次 或者另外一招啦 以前其实跟Java好像几乎一模一样 就Mass 如果你要打Mass 点什么呢 点POW 有没有 它后面会跟你讲说 我这个POW里面要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你那个值 第二个值 第二个就是你的几次方 有没有 OK 什么的几次方的意思 那我就选它 然后X的话我就给它R 然后后面的话给它2 这就是平方 OK这样也可以啦 那不过就是不要都可以 但最后你要记得 当然最简单就是R 乘R 这样子最简单 最单纯 所以以后考试啦 你就选一个最不容易犯错 那程式也是最少的 最少的好像就这样子 OK R乘R 好 那最后把它执行过 如果看到了结果没错的话 那恭喜你 执行它不会显示啦 所以输入10 Enter 看一下 如果你再比一下 嗯 好 没错 再执行一遍 我们用2.5看看 2.5 Enter 看一下 也都没错 那恭喜你 你这样就可以把它存档 然后呢 交券 然后交券是可以反复去做测试的 你就是传上去之后 好像我之前有给各位看一个那个 那个画面是 这个画面 他就会给你一个这个是考试的那个我把它测拍的啦 那其实就是宋评选取先选取档按下去 然后他会跟你讲你那个档存在哪里 你就跟他讲我存在他C C点底下有个目录啦 NS点什么什么忘记了 然后你就选给他按宋评 他如果变绿灯了 那你就是10分了 但如果变红灯 那你就是再检查一下 就是红灯表示有错啦 那错通常是错在那个 可能是空白 我觉得空白真的很容易出错 如果那个没有错的话 空白那个注意到 那这个就10分了 程式其实不多啊 你看没几行这样就10分了 OK那请各位试一下104这一点 画面先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